欢迎收看汉天新闻 我是张潇 首先来关注一下新冠疫情动态 紧接稿时间美国确诊病例达27137703例 死亡人数463074例 加州确诊病例3362768例 死亡人数43118例 全球确诊病例已达1亿5515503例 死亡人数2296426例 我们再来看一下南加州的最新疫情数据情况 洛杉矶线截止到结稿时间 累计感染人数为1134338人 死亡总数17539人 华人区居住地感染数据分别为 Alhambra 6307人 Alcadia 2438人 Almonte 16100人 Monty Park 4391人 Rosemid 4479人 Sanggibio 2894人 城县内级感染人数达235310人 死亡人数3249人 圣地亚哥感染确诊人数242616人 死亡人数2738人 河滨县确诊人数279189人 死亡人数3309人 接下来来看一组消息 英国星期四开始试验 是否可以在接种的两次注射中 使用不同的新冠疫苗 根据研究人员将给80多名志愿者 接种一剂辉瑞生产的疫苗 4到12周后作为加强剂 再接种由阿斯利康和牛津大学 联合开发的疫苗 亦或按照相反程序接种 这两种疫苗是用两种不同技术研制出来的 辉瑞疫苗采用的是mRNA 也就是信使核糖核酸研制的 而阿斯利康和牛津大学联合开发的 则是用腺病毒载体或普通感冒病毒研制的疫苗 卫生官员说 如果两种透过不同技术开发的疫苗 能够互换使用 将为目前全世界大规模免疫接种 提供更大的灵活性 据微报报道 在一项相关的研究中 对以色列大规模疫苗接种计划的分析发现 单剂量的辉瑞BioNTech疫苗 在21天之内可提供90%的保护力 以抵抗新型冠状病毒 英国东英吉利大学研究人员 这项研究与以色列较早的一项研究 得出相反结论 以色列那项研究表明 一剂可能无法提供足够的保护 同时 牛津大学表示 他们研发的新冠疫苗单次接种后 三个月内防止感染新冠病毒 有效率达到76% 这些发现是周三发布的同一项研究的一部分 那项研究发现牛津大学的疫苗 能够将病毒传播减少三分之二 这项研究尚未经过统计审查 但英国卫生大臣马特 汉考克告诉英国广播公司 这些发现是好消息 汉考克说他确实向世界展示了牛津 真剂不但有用 而且效果很好 最近几天 牛津研究的疫苗受到欧洲其他国家的批评 欧洲国家官员们对缺乏有关老年人 有效性的数据表示担忧 在墨尔本一家隔离酒店的一名工作人员 表示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发言后 2021年首次大型网球比赛 澳大利亚公开赛的准备工作陷入了混乱 比赛组织者和地方卫生当局下令 500多名球员和辅助人员 必须在他们的房间里隔离到下次检测 原定于周四举行的几场热身比赛也被取消 本届澳大利亚公开赛一开始就不顺利 在至少有6人上个月抵达墨尔本 被检测出新冠病毒呈阳性之后 70多名球员被要求接受严格隔离14天 这些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的球员 与上个月抵达墨尔本17架 包机中的三架有关 这些飞机载有共1000多名球员 他们的随行人员以及比赛官员和媒体 墨尔本这些新出现的新冠病例 是过去28天以来 维多利亚州首次确诊的感染病例 市政府官员已重新下令人们 在室内公共场所必须佩戴口罩 并限制在室内聚集的人数 维多利亚州州长表示 尽管有新的确诊病例 大满贯赛事仍如期在下一周一开始 但他也补充说无法保证 英国政府负责新冠疫苗部署的官员 扎哈维当地时间4日表示 目前全球约有4000种新冠变异病毒 当前的疫苗非常有可能对变异病毒诸无效 尤其是对重症患者或住院病患而言 但他同时也表示 研究人员正在追踪病毒的变种 包括辉瑞和阿斯利康等疫苗生产公司 正努力改良疫苗 以确保能应对任何变异病毒 此前英国卫生专家还在该国发现了 B117变种新冠病毒部分样本中 观察到了一种新突变 这种新突变可能会帮助病毒 躲避人体免疫系统的攻击 专家表示这一突变的发现 不完全出乎意料 但仍令人感到担忧的发展 虽然该种突变尚未广泛存在 但专家强调 民众应当遵守封锁等限制措施 这样才能防止病毒进一步发生变异 根据牛津大学和美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CDC的数据 截止当地时间3日 全球人口已经接种超过1亿剂新冠疫苗 但根据红十字会与红星月国际联合会的分析 全球接种的新冠疫苗总剂量的70% 是在50个最富裕的国家 而在50个最贫穷的国家 接种疫苗剂量仅为0.1% IFRC称这种差异令人震惊 表示这可能导致致致命和毁灭性的后果 并警告道 如果全球大片地区仍然不接种疫苗 病毒将继续传播和发生变异 红十字会与红星月国际联合会秘书长 亚干查普干表示 这令人担忧 因为这是不公平的 它可能延长甚至恶化这场可怕的大流行 他强调我们在同一条船上 与此同时 当地时间4日 世卫组织介绍了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 在非洲第一阶段的接种安排 从2月起将有9000万剂疫苗 陆续运抵非洲大陆 具体分发剂量已经通知了非洲各国政府 这将是非洲大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疫苗接种运动 再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 今年2月4日是联合国大会设立的第一个国际人类博爱日 在通往未来之路的主题下 联合国强调人类博爱对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共处至关重要 秘书长古特雷斯在致辞中 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埃及共同推动设立这一国际日表示赞扬 他同时肯定了2019年出版的《人类博爱促进世界和平共处》的重要意义 该宣言由教宗方济各和伊玛木大教长塔耶布共同撰写 是宗教间和谐和人类团结的典范 秘书长感谢两位宗教领袖 利用他们的声音促进不同信仰间对话 相互尊重和跨信仰理解 他说在此艰难时刻 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要需要发挥这种精神 古特雷斯指出在世界各地仅因宗教或信仰族裔性别或性取向不同 而对他人根深蒂固的歧视 不容忍和仇恨犯罪行为仍然存在 这种卑鄙行径是对国际公认人权和联合国价值观的侮辱 他说文化多样性和信仰自由是绚丽多彩的人类不同文明的一部分 指此纪念国际人类博爱日之际 让我们致力于开展更多的工作 促进文化和宗教宽容理解和对话 联合国不同文明联盟高级代表 莫拉蒂诺斯在今天与纽约总部举行的在线纪念活动上表示 正如世界人权宣言第一条所在 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 他们富有理性和良心并应以兄弟关系的精神相对待 他表示千百年来整个人类历史上的先知和宗教使者 都宣扬着和平爱与博爱的信息 这与联合国宪章的核心价值观一致 即重申每个人的尊严和价值 无论其宗教信仰种族性别或文化如何 莫拉蒂诺斯说当前我们不仅面临2019冠状病毒大流行的后果 而且还面临着仇恨、歧视和种族主义传染性病毒 这些病毒的解毒剂使同情心、团结、统一和相互尊重的人类博爱 他表示联合国不同文明联盟准备好与所有会员、国宗教领袖和民间社会合作 加强宗教间和文化间的对话 以增进相互尊重文化的多样性以及宗教和信仰自由 在于阿联酋、阿布扎比举行的一个在线仪式上 秘书长古特雷斯荣获了扎耶德人类博爱奖 与他分享这一奖项的还有摩洛哥裔法国人权活动家 扎耶德人类博爱奖旨在表彰那些为团结促进发展而做出贡献的个人 今年美国大学的国际学生申请数量会有所回升吗 据美国福布斯双周刊网站2月1日报道 初步迹象显示 在国际申请人数连续三年持平或下降后 2021年将是一个非常好的年份 国际学生对申请美国高校的兴趣将再次回升 这促使一些人将这种激增现象称为拜登奏征 即拜登政府向正在考虑申请美国高校的外国学生释放更多欢迎信号的结果 根据调查数据 与2019年至2020年相比 今年国际申请者的数量增加了9%左右 排名居前的来源国大多数出现了增长 只有中国例外 中国是美国国际学生最主要的来源 报道称 尽管来自中国的申请者比例去年减少了18% 但这一降幅因来自其他几个国家的申请者大幅增加而被抵消 来自印度的国际申请者增加了28% 来自加拿大的增加了22% 来自尼日利亚的增加了12% 来自巴基斯坦的增加了37% 来自英国的增加了23% 来自巴西的增加了41% 报道还称 个别高校的国际申请者也大幅增加 塔夫茨大学的国际申请数量比去年激增14% 加州大学系统增加了10% 纽约大学的国际申请数量增加了22% 其他其所高校的国际申请数量也有所增加 报道表示尽管有关国际申请的消息令人鼓舞 但目前被900多所美国高校采用的最新数据显示 2021年高校申请录取周期的情况更加复杂 与2019年至2020年相比 申请总数增加了10% 截止2021年1月18日达到558万3753份 尽管如此 但增长非常不平均 这让人们对某些类型学生的入学机会有了新的担忧 报道指出 这些增长可能反映出一些影响因素 例如更多的网络外展服务和申请费的免除 但大多数专家认为 国际学生对美国知名高校的兴趣激增 主要是因为许多名牌大学在疫情期间 不再要求将SAT或ACT考试 作为招生过程的一部分